另一方面 首相敦马迪医生宣布 内阁反贪特别动员会已经同意 反贪会首席专员的任命或承词 都必须通过宪法程序和修正法律机制来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首相今天主持内阁反贪特别委员会会议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特委会准备探讨通过宪法委任反贪会首席专员的程序 目的是避免政府干预委任程序 以确保反贪会的自由和透明度免受各方影响 另一方面 首相也透露 委员会也同意研究设立一个投诉委员会 以监督和处理皇家警察部队以外 20个政府机构的投诉 任何会倒到